字幕,字幕,李宗盛 每日一字,等一等 今天給觀眾猜一下 說什麼? 猜一下哪個字 好 今天他們說這個字 就是《黃》字 《黃》字 不是《韓國 Même》 韓國人就叫汪 汪 所以就V汪汪 這個字大家現在越來越熟 因為泰國出了黑色的後境事 再要再逼 本來韓國團都已經爆 為什麼呢? 自從3-1 這個福島核事故之後 韓國已經是勁標升 因為日本去不了 台灣又嚴近 現在東京還在韓國那裡有說話 對 再加上泰國感 沒辦法 每個V混亂 就在韓國玩 要不就是台北 要不就是韓國 但台北沒有說話 韓國有說話 現在就爆了 為什麼要說那個環節呢? 不是說旅遊 都是說旅遊 都是說旅遊 但我發現他們有個新招 全世界首創 就是去買東西 或者被人騙 或者發覺旁邊更便宜 你賣貴了 那個管理區會賠錢給你 整個區賠錢給你 是啊 現在就是東大門明洞那七個旅遊區 都會賠錢給你 上額是二千多元港幣 就是你買那些東西 最頂層就是二千多元 是的 我覺得這是有趣的地方 其實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說競爭 店舖和店舖之間要競爭 但其實要組成一個這樣的法例 就是說整個區域 它已經有個概念 就是區域和區域之間競爭 就是你來一個區賣東西 放心 騙就一起騙你 我們不會賣貴 我們一起賣這麼貴 或者我們不會賣病宗 我們一起賣這麼便宜 那你買的時候 你基本上不需要想任何事情 那你就問到你的消費很放心 還有證實了韓國去爭取旅遊業的決心 是大的 加上現在韓流這麼厲害 我覺得這個措施會令到消費會提升很多 你是這樣看嗎 是啊 你這個就是區域與區域競爭 我想到另一件事 我想到這是一個解困角度出發 是一個人流管制的好方法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不用格價 是啊 譬如你去到明洞 等一下 不要買 要看賣家 我看賣 之後還有五間 聽說我們很多人都賣紙出來 看完之後那五間 看看回去買賣 我覺得千萬不要這麼做 因為通常都不會 但是如果你從人流管制的角度 總有些香港人或者遊客會這樣 那他就去完那邊 本來可能是全部向那個方向去 等待我們要買紙菜 遲遲那間 便宜多少瓶啊 這樣 那就搞得很混亂 現在不用了 你看到買你就買了 因為之後那間和再之後那間 是一樣的 就是便宜了我要拿錢的 是不是 其實人流管制之餘 你加速了消費 是啊 我看到我可以買 是啊 我不用看到再格價 再格價 再格價我才買 而是消費行為我加速了它 買完走吧 是啊 看看下間 看完買不夠再買 還有 就是你五間連鎖店 或者五間compatitor 變成隨時五間都多了生意做 是啊 還有你的人流管制 對租金來說也很有趣 不再存在街頭戒尾 你從哪裏進來 就是哪裏 都是這個價錢 那可以的 而且通常買東西 那些人是一邊夾夾夾 最後會放棄買的 我之前都試過 就是再看幾間 看最後 九小時嗎 反而消失了機會 是啊 沒有賺錢的機會 這件事我想起香港的 香港前陣子 都會有的 譬如自由行 或者其他旅客 譬如飲水買東西 都會有些壓抵的成份 藥材也好 什麼都好 如果政府有這些規 即是經常說要宣傳香港的 良好形象 也有的 如果區域之間有這些規 這些遊戲規則 加進去的話 那你自然就很方便 對遊客都 即不用擔心受怕 其實你嘗試想一想 為何某兩間連鎖電器店 這麼成功 原因就是這裏 你不需要想 你進來 我們更加一間價錢 如果整條件都是我們的店 這些美國人最厲害 麥記原理 你不需要想 是吧 最後打漢堡 你去哪一間都應該是這樣的味道 都是這樣的價錢 你不用價格 即是你不要理會我 在山頂尖沙咀 是啊